打到了21分 罗徐东 斯科拉 投了 还是不中 对面打得好快 小兰斯 吉普森 进攻篮板 王清明 这整个感觉打到目前为止 青岛的进攻有一些太过于简单 太简单 没有任何的债术 没看出套路了 这个队呢 它的人员的流动性始终是比较大 人员流动性大 这个队众要有一个成体系成型的一个系统 实际是比较难 从里根 整个第三节开始之后 青岛的也没有给我们看到 过于顽强的抵抗 进攻还是这么的 没有 没有 没有战术可言 防守还是比较的松散 进攻的给我们感觉找到重心 没有重点 而另外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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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推进下去呢 今天这场比赛 拉平自己的胜率 没有问题的 现在上海队是18胜19负 神员的组织 人员里面 启华 无论 启华 酒 启华 非 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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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翊强测突破了 翟翊的突破呢还是缺少变化 商场里非常的足 但是这下将你说到的变化少了一些 第一第二是对于球的保护 其实一直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他这个突破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爆炸药包往里冲 是一种这个慷慨慷慨慨父子的这种突破的感觉 确实很硬朗 但是呢可以再雕琢的更细一些 王庆明这边也是一个完全的空会三分头 今天王庆明得的九分全部来自于三分线吗 都是三分球 许家涵 他是张兆旭在全英会山东队时的队友 上上阶全英会 不走步 这个许家涵许家涵要干什么 许家涵这个队友要干嘛 就是弗里奈特我觉得已经是完全 既不看他也跟他没有身体接触 这许家涵上来是摔跤的吗 罗旭东这边被坏下去好像 手 好像手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先看刚才这一下 你这个动作 许家涵还来找机梦 我不明白有什么好找的 希望罗旭东手不要是旧伤复发 对 在画面之外呢 罗旭东是现在站在了上海队的替补齐的远端 我们现在在看 可能不一定是手 右手 是右手吗 我们看在这个篮架后边这个位置 罗旭东现在是坐下了 我们要看一看 队一过来来给他处理一下 希望没有大碍 因为表情呢还行啊 表情不是非常疼 许家涵被虚声招呼了 这是必然的 张长旭裁判这个犯规呢 来的也稍微慢了一些 张长旭裁判这个人已经撞懵了啊 下一个23号张刚旭 不断开推 这边翟翟对着蔡亮投进了一个三分是 蓝盘球 蓝盘球 曲家涵在场上呢 一上来拿球 嘘声四起 好笑罗西东的手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呃在画面之外呢 我们也是看到在角落里面正在接受处理 他的右手肘关节呢 现在是包起来了啊 一会我们看看有没有后续的情况跟进 好 罗伊茨克拉 好的 这边斯科拉又是打中两分 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差 是 相对于安全的一个分差 摘义 没有给犯规 和张召区的对抗当中摔下来了 我们看 嘉义 对于刚才这次没要的犯规呢 纷纷不平 只是一个前场球 再转移 罗汉琛 好球 零度角的三分球投进了 王晋红 对于他军队的对抗当中摔下来了 我们看他在这边的内心中摔下来了 他军队的对抗当中摔下来了 他军队的对抗当中摔下来了 军队的对抗当中摔下来了 放了 空中有一个滞空之后 呃 罗续东的伤情呢 我们刚才是确认了一下啊 在之前比赛当中是稍微拉了一下 呃 是不是伤的他这个原来的这个旧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第一时间选择了冰夫 用把这个冰带呢 给他包在了他的这个肿关节上面 如果为这样一场比赛让罗续东的旧伤复发 那确实对上海队太不值得了 希望罗续东能够 快点的康复 不过好在呢 接下来很快 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春节的假期 差不多呢 有一个 两周左右的一个联赛间隔期 这场打完之后 我们要到2月12号 才会有新一轮的比赛 几点 啊 哦 看 这绑花手啊 刚才 呃 斯卡那个动作呢 啊 应该就是老外说的这个果冻上篮 啊 这球一开始是在是在肩后面的 是拉到前面来的啊 王清明 打一下蔡亮 哎 打不了 但是呢 蔡亮还是被吹了 打手犯规 上海队的犯规还是来的太多 蔡亮第五次了 在罗续东 这场比赛 大概率不会在出场的情况下 如果蔡亮再打不了的话 球队的防守质量会有明显下降 这个的战胜送给蔡亮 再掌声 欢迎颜河 王清明 这段时间是连续打到内线 嗯 单打这个 蔡亮成功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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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霸尔了inaオ 对上了许嘉涵 余嘉涵 刚才这下的防守呢 倒还真没有犯规 在原深珊瑚海啸弯的 这个虚声当中 刚才许家寒那个上篮没进 自己压力也有点大 今晚呢 戴家裁判抗诉前面那个头三分的动作 再看 怎么会这个上篮没进 现场我们的导演很狡猾 一再的在重划刚才这下的上篮不重的这个动作 蛮有趣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队队员的犯规对比 上海队菜亮午饭张兆旭四饭 现在 茨克拉三反 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呢 不是很好 而另外一边在第四阶还剩16秒的情况下 浙江球中银行队114比112领先江苏队2分 微博上面奶茶女王哔哩哔哩也在 说到底是江苏取胜对我们有利 还是浙江取胜对我们有利 我觉得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来说 浙江取胜对我们更加有利 我们会让更多的球队加入到战团的纠缠 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争取到比现在12名更好的位置 好球 好球 上海队现在上了唐肯豪 朱银也即将准备登场 吉普森 踩线 出界 吉普森今天打到现在的得分呢 是15分远低于他的赛季场军 再看一下 这个球我们这个角度看好像脚没有出界 是是球吗 奇怪啊刚才我们这个转播镜头看好像好像是没有出界挺奇怪的 来 出赢上来刚才那个摆脱动作呢是撞到了对面的黄庆明 斯克拉再来 再转 延鹏 这个有没有 还是差一点 就是转换进攻也是他的一个打分的一个特点 你让朱银因为他打了约翰逊这玩笑开大了 这个54中学校队的这个肯塔基大学校队这差的有点有点差距啊 先犯规 行进间的犯规 许家涵个人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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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涵 许家涵 他这个防守呢确实比较愿意上强度 但是这个动作呢也太狠了点 对 吉马尔在和对面的达克林韩逊在聊啊 朱银 呦 朱银突破 进来挨了一巴掌 啊 翟翼呢 这个盖帽最后被裁判吹掉了 这球的确从我们这角度来看是个豪爆 哈哈 实话实说 翟翼第4次犯规啊 俯赢要上伐球线了 还不错 第一伐伐击 净 差错了 国内表演进去 好 真是快啊 打得非常的快 张海队以快之快 严鹏的这下出球没有失误 猪赢 球丢了 这个跟进本身非常好 严鹏在身后拉人犯规 这样的话对方直接罚球了 对不起 青岛队这一截还没有到 放满 上海队还没有到放满 所以青岛队暂时还没有机会 直接上罚球 场面裁判要看一下 会不会升格到围体 另一边江苏和浙江的比赛结束了 浙江球州银行队在主场 116比112战胜了江苏队 拿下了苏州肯蒂亚 那么这场比赛之后 现在苏州肯蒂亚和浙江球州银行 都是变成了19胜19负 上海队呢 也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下胜利 让自己加入到这个集团当中去 而另一点今天可能有朋友没想到的是 山东队在主场目前是17分的优势领先深圳 山东队由于在此前呢 他们也是19胜 那么这场比赛获胜了 他们将会来到第20胜 最后裁判看完回放之后 还是给了一个普通的一个方法 普通犯规啊 并没有追加到围体 对 山东队的第三届比赛全队犯罪 打了一次 打的还是一个联防 这次再次被打到阻挡 就吉普森这个得分他其实和吉姆差不多 就场均下来将近30分肯定是在的 什么时候拿着本子 吉普森现在场均34.5 他是全联盟排在场均得分榜的第四位 最高的是吉姆尔场均37.9 新疆的亚当斯呢37.6 而同西的约瑟夫洋场均36分排在第三位 不过真正的强队 辽宁哈德森得分只排在第十一 广东啊 他们的大外员的小外 他们的外员 威姆斯特得分23.2 也是排在 呃 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 刘伟拉杆之后没有能够把这球打进篮下斯卡拉也没放进 这段时间对方连续上分啊分战已经不错到了16分 这段时间上海队的进攻打的并不是那样好 是 哎 这犯规最后还是有了 才发还是给了 还是给了许家涵 两个人还在较劲 许家涵个人第五次犯规了 就马上要毕业了 再看 这一次呢 许家涵在空中手上都是准备动作 感觉呢是这个身体有些前倾 有些侵犯金帽的援助体 反正可能说翟翼那个盖帽 你确要要深究可以给个犯规啊 哎 我们看到桥下罗西东已经离开了 这一部席是应该是要去医院检查 去医院检查了 对 我前面问了一下说可能说 原来拉伤那地方又被扯了 又扯了一下 对 据球队的呃这个官员的这个意见呢 他说直觉上还好 但是呢保险起见紧急处理一下 好 许家涵在压力之下罚球没见 之前呢是上篮不见 看来许家涵这像我们球迷说的 要对这个人生体育中心啊 要有心理阴影了 哎呦两罚不见 真两罚不见啊 把自己在客场和球迷放在一个对立面上面 确实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啊 那上篮就是进攻 斯科拉 领导角三分投剑了 赛度来到21分 许家涵 再突破 再给到 刚才右边底脚的队友 27号杨凯 今晚 许家涵直接被点出了场外 进攻篮板球 好球 哦 这是我见过朱银最干脆的得分 这个进攻篮板不错 对啊 希望随着比赛的进行呢 他能够找到比赛的状态 之前呢 他上来对CBA联赛太陌生了 太吉祥了 比赛的感觉了 我觉得 对于是说状态 在场上对于 跑位啊 处理球的一些感觉 非常重要 他现在显得还是对这个比赛 有点处 比较稚嫩啊 这球不敢给啊 这球传的挺巧的 翟翼篮下还是打进 翟翼今天不知不觉是得分上双了 上双了 而且翟翼有五个助攻哦 啊 起码 这次呢 没有攻 换成翟翼来放 起码 哇 哎 朱莹又一个进攻篮板 啊 吹了翟翼的翟翼的犯规 啊 啊 翟翼在跟许家涵说 这个防守先挺人啊 人不见了啊 翟翼也是个人到第四次犯规 想想顾问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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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艺 许佳涵还是不中 大甩 好的 天外飞鲜 这一波 厉害 这一波看着轻巧 其实挺难的 因为你是单手 把一个高抛球过来 把它拨过去 挺难的 有点像 单手排球二传手 是 单手排球二传 也有点像网球打 那个高压球的感觉 而且他一抬头 其实就是现场的灯光 这其实挺难的 再看 神来之笔 这样接扣篮就完美 刘伟你要扣篮 这个对老同志 要求有点高 虽然这节比赛呢 还有31秒钟就要结束了 但是呢 青岛队还是忍不住 叫了这个暂停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三十一点五秒 我们来看看青岛队这一攻 许家涵 打开了约翰逊 第一位 要打斯克拉 在防守当中呢 上海队已经是先推人犯规了 打开了约翰逊 要罚球 比赛还剩下14.3秒 结束这一截 现在呢 索性是换上金马 金马队发现一字 赢了一句吧 赢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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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两发不中 今天整个 现场队在追分的过程中 其实罚球 做的并不是非常好 糟糕到几点 青岛队今天的罚球 罗万琛 先出界了 那今天的三节比赛结束了 90比71 上海队呢 还是维持一个20分左右的分差 我们要看最后一节 两队单万元 最终比赛会以 怎样的一个格局来收场